词曲女儿 圣经呢 本身是水 它输水 开血的 气血流注的时间呢 是 下午 五点到七点 那如果病人 如果跟你说 奇怪 我每天到下午 黄昏的时候 开始累 圣经 那七点钟以后 眼睛就开始亮起来了 这个就是圣 圣呢 足骨 任何的骨头 骨病 我们就要想到圣 圣齐滑 在法 所谓齐滑在法 头发的光泽 就是圣 你可以看到头发鲜很光亮 就是圣 人呢 在死前两天 或者三天的时候 突然呢你可以看那个圣气要绝的时候 头发整个膨起来 一点颜色都没有 人整个颜色变掉了 就是可以看到 比如说是白色的 看到这个白色是枯骨的白色 完全不会反光 然后头发整个膨起来 然后干干的没有油脂 没有反光 这要将 人要快要走掉了 那开窍在耳朵 也就是说 耳鸣耳聋耳朵有问题 都是在圣 我们在圣上面治疗 圣主记忆 好记忆 那 人的记忆 还有 是圣上的 人 我们年龄 好 到五十岁 开始呢 我们从一岁 一百 到五十岁呢 是到 巅峰 也就是说 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圣气 最旺的时候 五十岁以后呢 圣气要开始下走 这是人的一个 生老病 我们人每一个人 都会面临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要说 我们要吸收前人的经验 你们 对不对 我以后就是前人了 所以 你们不要逼我找死 不可以 我不会让你们逼我找死 前人的经验 那五十岁以后呢 圣气开始下载 这个往下走 有的人呢 是这样子下来 有的人呢 是这样子下来 到一百岁以上 我们当然希望是这样子 长寿一个 但是我们还有健康愉快 不然的话你长寿 不健康不愉快 没有意思嘛 好 那 那你如果长寿很长寿 就你一个人长寿 你的同一代都走掉了 你很孤单 那活到干嘛 总是要保留一些人在旁边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想要让人家长寿 健康要 一定要愉快 好开心 所以说我们五十岁以后呢 就要开始顾肾 好 要开始顾肾 那 那如果我们中医认为说 这个肾脏要好 就要节育 要节育 好 好 这个欲 欲望 这个欲不单单是 夫妻之间的房子 还有情字 欲望 我怎么样 欲望很强 好 这个 这个野心很大 那都会影响到肾脏 好 这是 人医的一生 最早 中医的定义 受胎的时候 西医认为说 人身上的内脏 第一个内脏 西医 西方医学 西方医学呢 认为说 人的第一个脏是心脏 中医之后 肾脏 一开始 第一步踏出去就不一样 那你说这两个谁对呢 我分析你看看 你再决定 好 中医认为说 刚开始人呢 在母体受胎的时候 是因为有水 刚开始出去受匀就是水 一周 一个礼拜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筋膜 出现了 再到第二周呢 这个开始进入心脏 这个筋膜是肝 这个水呢 是肾 这个开始进入心脏 这是再一周 所以说 第二怀孕第二周以后 开始 可以查到心跳 所以西方医学说 我看到了 我只相信我看到 他看到的是心脏 实际上是先有水 水再化成精 再化成一个 心脏才出来 所以中医对水的定义呢 跟西医不一样 就是我上堂课讲的 我们西医只有验血报告 没有验水报告 所有的西药 化学的东西 吃到身体里面去 身体会释放水 所以说西医也知道 怀孕不要吃西药 对不对 那有的人不知道怀孕了 就消失下去了 一开始水就受伤 水受伤了 受到精膜 受到心脏 所以生下来心脏有问题 怎么心脏会有问题呢 不可能会有问题 妈妈糊涂 好 所以你不要说等到 确定怀孕的时候 等到两个礼拜了 西医说你怀孕了 对不对 太慢了 等到听到心跳你药已经吃了 已经伤害已经造成了 根本刚开始就是水 所以你只要确定说 我要准备生小孩了 你就不要吃西药了 好 多揪一揪 官员啊 中级 三星礁 让那个 那个比较容易灼藏 能够怀孕 不要等到说 怀孕了 我赶快把西药停掉 不要 根本就 那按照 这个皇帝内经里面 他是做强之官 技巧出焉 所以我们脑筋在动 我们如何去研发东西去思考 我们去创新东西出来 都是靠圣章 好 那肾主大小便 好 所以肾章有问题的人呢 大便会也会不正常 好 小便呢 也会平要 也会不正常 好 我们从很多地方 都可以 得到肾章的讯息 那有气喘 中医的观念里面呢 气喘 气喘有两种 一种是吸 一种是呼 呼 吸入困难 这个时候 吸入困难呢 就是肾脏带管 如果呼 呼出呢 很困难 就是肺脏带管 这两个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治疗气喘病人的时候 呼吸很短处 你认为 你告诉我 你感觉是 吸气比较困难 还是吐气比较困难 病人说我吸气比较困难 你会耳鸣 会不会耳鸣 我会耳鸣 那你到黄昏怎么办 黄昏我很累 都讲完了吗 你脉也不用摸了 是不是 已经看完了 这就是 你生理学很清楚的时候 问 就结束了 问整就结束了 但是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的时候 你没有一个整体概念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下手 对不对 现在很清楚 病人就告诉你 是肾脏肾脏肾脏 那你在那边听了半天 你骗断 你没有把这个 这个 我们中文医的生理学 把它合并在一起 你当然不知道 如何诊断 那病人还要胜出骨啊 病人还没有脚 有的时候病人说 我骨鸣还会痠痛 全身骨鸣会痠痛 没有力 呼出 吐气的时候有问题 我的气缠是吐有问题 那是肺了 我们叫做肺脏下手 好 那我们知道病在哪个脏的时候 我们下手就 一击就中了 对不对 一击 那我们晓得治疗肾脏 我们会去治疗水 我们会按照阴阳五行 我们会去治祸 对不对 好 那治疗肺的 那如果是你是给西方医学的看的时候 他给你肋骨醇 好肋骨醇 那你肺扩张 他就是主管肺 肺扩张 他不晓得是肾脏 对肾脏观念没有 而肋骨醇就是 伤害到肾 好 当然你说的月亮 你看到水牛肌 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后遗症 其实伤到肾脏 所以肋骨醇用多的骨头都烂掉了 好 那你看 这个 他在 进入圣经之前 你注意看 他这个 卷八 第四十五页 第四行 必应之在谷野 其英语 其素六 其臭 其袖是辅慰 其叶拓 为什么是拓叶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雨 好 一个是拓叶 首先呢 我讲这个雨 雨声呢 是肾脏在管 好 肾脏在管 主肾 好 那你如果发音 你看 雨 雨 雨的肾脏也不理你 好 不是这样子 发音的 好 肾脏我们发肾脏音的时候是吹 好 吹 吹的声 好 所以说我们五脏在逼毒的时候 我们用吹 那什么叫吹 好 你站好的时候 好 手去压到肾脏 压到背后 吸一口气 一脚前一脚后 吸一口气 然后身体往前倾去按摩它 或者做到都没有关系 身体要弓起来 压到肾脏 吹 吹 这个声音发出去 好 这个气吐完以后呢 发的是吹 就是那个声音就是吹 吐气没有了 才开始 还没结束 才刚开始 没有气了对不对 把肛门提起来 鼓道提起来 然后把最后一口气 无声的 因为没有气的嘛 那个发出来没有声音的 那是无形的吹 那个就是 最重要的时候 力量整个逼出去 挖一下一身汗 这是吹声 那 那为什么煮拓呢 我画侧面给你看 好 这是小肠 大肠在小肠的上方 大肠 好 这是肾脏 好 这是膀胱 小肠是火 食物吃到小肠里面去以后 小肠 小肠把这个 那个食物的残渣消化以后 残渣跟水进入大肠 那大肠里面的水下面是火在烧 所以大肠里面的水会回到肺里面 这就是肺与大肠表里的原因 好 那到了肺里面 上升出来就是我们的唾液 唾液呢 出来的时候要吞 吞下去 好 要吞下去 所以你每次在那边吐你的口水 身体大虚哦 在道家 或佛家在打坐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的精液 这要吞下去 当你精液产生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你在吞下去的时候 自然而然这个精液就会进入肾脏 精生水嘛 肺不是精吗 那产生的唾液 回来到肾脏里面去 这就是我们的精 哦 精 这个 那 你如果咳嗽咳嗽痰痰痰痰痰都不是唾啊 你把痰吞下去干嘛 好 吐掉了对吧 吐是口水嘛 所以要有点conference 痰就是不要你 你身体把它咳出来 你要把它吐进去 吞下去 对啊 口水 把它吞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说肾脱 临床上的时候很好玩 逼人我们吞水肿 逼人口渴啊 你身上积那么多水 你居然还口渴 对 因为肾脏有问题 他没有脱衣 没有脱 那时候我们把肾脏功能 一回复的时候 因为我们回复肾脏功能的动作 一定把小肾脏转回来 小肾脏跟心是不是表里 好 等一下我 画个图给你看 以后呢 这个图啊 我让你做梦都在想它 这很简单 就是五行嘛 身上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自祸 对不对 我们就自祸 因为它会并会 如果是水生木 木生火 就是正常的 所以肾脏当有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影响到就是火 所以我们去结法 一结把火一撞起来的话 肾脏的病不会恶化 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推它 因为肾脏没有力量了 我们把肺脏功能一加强 硬把水推到木上面 所以正常 好 所以我们先去结 拦截它 如果拦截不住了 它已经影响到筋了 我们就拦截筋 拦截不住了 趕快去拦截木 拦截不住了 我们就趕快去抢 把胃器抢回来 停在里面 病人它不会死 你知道为什么 那每次 我病人给西医动过以后 到我手上就是最后一步了 你知道到我手上就是最后一步了 好累 那每次只剩一次出手的机会 就人家叫我外号 叫你一帖 一帖 硬被磨练出来 那我们在抢火的时候 火是不是有小长根性 所以我们会把小长根性的功能回复 它热力一下来的时候 肾脏热气就回复了 肾氧就回来了 一回来的时候 整个水气会蒸发 蒸发起来 一蒸发起来 肾脏功能 因为你负担就轻了嘛 因为本来下面是积水 这水一加热起来 水气往上升 水总会退掉 好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 脱 所以 病人原来是积很多水 嘴巴是干燥的 结果你把水一排掉 精液回来了 病人不断的小便 而口嘴回来了 好 所以你常常在治疗病人的时候 诶 我原来嘴巴很干 现在口嘴回来不干了 代表你在对的路上面 拓回来了 好 那至于北方 北方生寒 寒生水水生咸 水生生骨髓 这些呢 你先看有个大致的概念 因为在《黄帝列经》的时候讲得很详细 我们这里就不重复再讲 好 那 这个 圣经呢 看卷八 第四十七页 第一个穴道呢 就是 永泉穴 用圈 用圈呢 好 这是脚 好 我今天 第一堂我们画的右脚 今天画左脚 好 大拇指 嗯 这个仁志文 这个 中间 好 今天画上次画右脚 今天画左脚 这就是永泉穴 好 下针 直针 直径 好 直接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 英经 这个竹梢银 是不是英经 英经嘛 英经的 井 荣 云 金 何呢 会为 木 金水 所以说永泉的故名思义 是不是就是 木 对不对 那 他 圣经是水 那子确是不是永泉 好 那 圣经的实证 圣家 叫实证 好 是不是在永泉上治疗 好 那 如果是你 你的仇人 你恨的人来了 对不对 被家暴 永泉 加进去 井穴 当你井穴遇到紫穴的时候 好 这个刚好是 紫穴的时候 我们 我们 叫做 蟹 井 井穴 碰到刚好是他的 井穴正好是紫穴的时候 我们要蟹 蟹井的当蟹融 所以我们不会拿 永泉穴做紫穴来下针 很痛啊 好 永泉穴做急救的大穴 就是很痛嘛 一下子痛就叫醒过来 好 那个我怀疑那个人醒过来说 谁干的好痛啊 谁让我脚上砸一针 对不对 好 那个 所以我们会用熔穴 来取代他的紫穴 所以一般圣经的实证 我们不会在 永泉上下针 但是你要知道 永泉是真正的 紫穴的 这个紫穴的所在 好 所以一般你讨厌的人 好 永泉 好 第一个穴道 那永泉穴 我们在治疗 头顶痛的时候 我会用到 我有时候砸他的 砸他的溶穴 好 膀胱筋的树骨穴下去 甚至头上百会穴下去 砸到半天头还痛 那种人气死了 永泉 那永泉 对头顶痛啊 效果非常好 那有的人呢 头抬起来 撞到顶上 撞什么东西啊 有在桌子下撿东西 一头抬起来撞到 对不对 还有人一大堆围绕了 看他头一抬起来 上面的人下巴 就下面 一撞到上面的人下巴 那上面的人呢 润麦受伤 下面的人都督麦受伤 那润麦受伤 你就砸裂圈啊 独麦受伤砸后续 砸得不会好 头顶还痛 永泉下针 头痛就去掉 好 那 这个 正常人 圣经的位置呢 好 圣的位置呢 你看好 这眼睛 好 眼袋下方这边呢 就是圣的位置 望着 慢慢我给你们介绍 好 望 眼睛一看过去 怎么搞得眼袋这个亮黑黑的 两个暗暗 红色的 圣章已经受伤了 在眼袋的这个地方 如果说眼袋的地方 凸起来很大 好像一个卧蚕一样 代表水病 水肿了 并且下面是积水 那有时候没有卧蚕 但是你可以下面的暗红色 暗红的 好 这个红呢 暗的 有点粉红色 好 但是是红色的 看到 你说老师 你怎么会看到红色 很简单嘛 因为水一定克火 火就是什么 红色 你看到红色 一看肾脏病 就知道 那你有一天看到 有个人的怎么肺白的地方 好多黑白块在里面 一块一块好像 好像那个 面包穴一样 好 还有就像头皮一样 白白一片一片的 肺里面怎么会有这个白白一片片的 肺癌吗 就已经看到了 你都不需要去找X光 然后你晚上睡得好不好 我三点钟准时醒来 已经讲完了 对不对 速度就那么快 好 当你这个纹路 当你知道这个要正常以后 这个纹路改变了 好 我画了这个 如果你那个瞳孔 就变得很大 第二圈也很大 第三圈变得很小 很多破洞在这边 瞳孔变得很大 已经受伤了 然后 水呢 已经反乳到木了 这个土 土呢又反乳到 木了 一路你可以看到哪边出问题 直接眼睛上都可以看到 这是我初期的告诉你一个 一个概念 内经的时候我们会再讲详细一点 那瞳孔越小越小的人 越聪明 精烈跟猴一样 很精烈 瞳孔变得很小 反之就是比较笨 我们第一个看 这个 这个 永泉过了以后 永泉像很多 也可以助孕 因为肾跟怀孕也有关系 这个 水肿啊都可以治疗 好 再来第二个穴道叫冉谷 冉谷穴呢 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用 右脚内侧的图给你看 好 后跟这样下来 要大 我故意画大一点 就告诉你这是足大字 这个好像变得打了一个榔头一样 我故意表示好 故意给你看一下 在这个高骨 这边有个这边的骨头下来 这一段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点 对吧 上次我们学过高骨下到骨边 是不是脾巾的公孙穴 对不对 公孙主充脉 是不是 从公孙往后一寸 靠近 往后一寸 沿着骨边 和肌肉中间 这个穴道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南谷穴 南谷穴 圣经的井穴 永泉 本身是木 那是他的子穴 那穴井当穴童 所以圣经的石阵 我们在南谷穴下针 那南谷穴呢 有个特殊的制阵 脑震荡 脑部受到撞击 脑震荡的时候 南谷穴呢 会崩起来一块 你看那个血 晶晶的崩起来 那个人头昏啊 恶心啊 头撞到了嘛 你在那个放血针在上面 一刺 血喷出来 那你醒过来 好 好 所以从高处坠下来 头部受伤 撞到受伤都可以用 好 南谷放血是很有名的一个 急救的大穴 尤其针对脑震荡 好 那你如果放在南谷穴 放血以后 头昏没了 头也不痛了 头昏没了 脑筋清楚了 恶心还有的时候 旁边就是什么 公孙嘛 公孙本来就指恶心很好 冲慢 所以你冲慢就下一针 好 恶心就去掉 好 好 那 冉骨穴呢 是 除了是溶穴以外 是竹太阴盛基的什么 溪穴 这冉骨穴又是溪穴 好 所以非常好用 没有 就是溪穴 好 好 那 这是 内曲 就是进取穴的话 像脚不能踩到地上啊 好 这个都可以用这个穴道 进取穴嘛 你们倒是 你们可以临阵来选择 选择 选择 再过来呢 是太溪 太溪穴呢 这是脚的内怀裸 太溪穴在内怀高骨 内裸的高骨 跟后面的大金呢 正中间这叫太溪穴 这个穴道叫太溪 太溪穴 我们有太溪的脉 你手摸它有个动脉在里面 脉会跳 这太溪 那太溪我们是诊断 如果看这个病人昏迷过去的摸 太溪穴还有 可以救回来 好 我们前面学过 冲阳脉 冲阳脉 冲阳那个穴道 冲阳脉 冲阳脉 冲阳脉有 魏琪还在 太溪脉有 盛琪还在 这个一定可以救回来的 太溪脉没有了 完了 那你要去看 瞳孔大 瞳孔放大了 再看太溪脉又没有了 这个 又没有救了 没有救了 那太溪呢 我们前面是 静 静 融 这两个是融穴 太溪脉就是什么 鱼穴 你也可以称为疏穴 鱼穴 太溪就是 鱼穴 土 好 阴晶的鱼穴 都是属土 好 那 来 臨床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 诊断法 这个 这个 内怀裸的骨头是 内 里面的骨头是跟这样 像这边粘刀的 从太溪 太溪这个雕 你画一个 我这样子画 发个肾脏在这边 你的大拇指 拘压太溪脉 这上面这个 这两寸 一寸的地方 你在压 左右压 当你有找到压重点的时候 就是有肾脚石 好 好 比如说 就是肾脏 那 结石可能在这边 也可能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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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 你在这边压的时候 他就可能痛到这边 痛到这边 刚才是相对的 你知道我也是吧 所以痛点会不一样 因为它不一定在同个地方 所以你在这个区域都可以压 压到痛在哪里 在痛点上下针 好 直到痛点上 这下针 所以你要压 压到那个人大叫一声 好 我们所谓的阿四穴 阿四穴 真正的精神 并不是 阿 阿四穴 你这里下针 肩膀阿 这是这里 这是大陆上的那个 学的那个 看书学的针灸 有讲过吗 老师傅都给他们斗掉了 阿四穴的精神在 圣结石的时候 你在这边压 压到病人 是这里 这下针 这才是阿四穴 那圣结石在排的时候 很痛啊 你不相信我下次有个病人 他让他在痛 我看他痛给你看 圣结石在排 我们先不要下针让他痛 你看他痛的样子 有多痛 好了 痛得大汗 你那个男人都会哭啊 我跟你讲 好 那你没有看我 我们先不要下针 你看他一直在痛 好 找到阿四穴的时候 你在圣经这个地方找到的时候 那这一下去 当场病人就 吼 喘口气来 痛去掉 然后病人会告诉你 哎呀 我感觉有东西在里面动 已经移动 完了数量完成 痛就没有了 好 那一般来说 西医处理也对 为什么 那个圣结石在排尿的时候 是很痛啊 西医不会给你打马飞止痛 因为打了马飞止痛的话 你不动啊 那石头排不出来了 好 那针一下去 痛去去掉 好 痛去去掉 那圣结石的话 你们要注意饮水的问题 好 还有钙片不要吃 所以西药厂很好玩 他就说我们人需要钙质 他把钙质跟钙片 故意把它混在一起 消费者就搞不清楚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钙 但是我们不需要钙片 钙跟钙片是两回事哦 你不要 两个是不等的哦 你不要说 方便 哎呀我多吃钙片就好了 对啊你吃了半天 骨头还是烂 还是照样一点用都没有 然后还得圣结石 好 现在所有的研究出来 钙片对骨头完全没有帮助 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它有帮助 但是很多 我们很多汤 用鱼骨头去熬汤 有没有 高汤什么样子 好 都有天然的钙在里面 那个真的对身体好 好 所以足够多了 骨头去熬汤啊 好 从自然的食物里面 取得钙质 而不要去吃钙片 所以我常常跟她讲 钙片是给你的敌人吃的嘛 如果今天我在追这个女朋友 那没有个人在追 对不对 我没事送她钙片 对吧 最后她跟她约会的时候 都在圣结石发作 因为五点到七点圣经啊 这个时候要吃晚饭的时候 她准备的烛光晚会 白天准备好了 到时候圣结石发了 对吧 然后我就跟这女的去吃 她在那边发圣结石 好 那害人很简单啊 好 那自己知道了 我们自己不吃 我们喝汤就好了 好 喝骨头汤 好 那 这个太西我们是常常用到的 好 常常用到的穴道 大宗 好 大宗 大宗在哪里呢 在这个 这边是大金 这个太西 在我们这个脚后面一个 后跟骨 这边好 跟脚后跟的骨头这边 好 在这个 这个是水泉 在这个后面 后跟骨 跟大金的交接的地方 这是金 好 这是骨头 正在交接的点的地方 这个 好 就是我们的 大宗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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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宗穴是 好 虚症 腰痠痛 好 我们也可以 它是它的弱穴 那你补穴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它的实症虚症 来做补穴 这个水泉呢 正好在 从太西穴下来到骨头旁边 所以这是成一个 这种 走法的 好 放大给你看 好 这个是内怀裸的禁骨 这边后面有个大金 大金呢 这个大金是连到我们的脚 后跟骨的地方 这个穴道就是大宗 那大宗穴下来到骨边 这个穴道叫水泉 我们砸水泉不是这样下针的 不是这样下针 而水泉是这样下针的 好 这样下针 你看这里 老师对老师啊 这里好热闹 又有溪 又有泉 对不对 好 那个名称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告诉你 水种在这里就可以下针 好 溪水泉水都能够泄水 好 能够泄水 所以 那个水泉真的这样下 泰西针是这样下 大宗的针也是这样下 好 那 这个 我常常用在这边 这个水泉呢 我们来治疗 脚后跟痛 所以 左脚后跟痛的时候 我们砸右脚的水泉 好 那右脚的后跟痛 我们砸左脚的水泉 是这样子 反的 好反的 那为什么水泉会最好 因为我跟诸位讲过 脚后跟的问题 是肾脏有问题 那脚后跟不能踩地 好 诸位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后跟 你说老师我很少看到 你错了 50岁以上的人很多 我不晓得每 几乎每天都有老外来的 我脚后跟痛 我看到营养片吃钙片 对吧 52岁跟我一样 那我没有吃啊 我肾脏很好 好 那个那个他们 肾脏会伤到 你钙片在吃的时候就好像 狼头跟铁钉 你的狼头在打铁钉 所以钙片吃的越多 骨头越松 好 不但没有帮助 还把骨头打 更坏掉 好 钙质就不会 那这个水泉呢 临床上面 月经啊 停经不来啊 都可以做 都可以在这个水泉上下针 水泉是 好 所以这个很好用的一个穴道 在水泉在回来的时候 从这边回来的时候 到赵海穴 内怀裸下五分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赵海穴 所以在内怀裸下股头 你摸有个凹缝 真下赵海穴是这样下去的 角度是这样的 好 不是直也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子 而是斜施四十五度 从内怀裸上吃到赵海穴 那赵海穴呢 管鹰桥 鹰桥麦 你颠间的病 见病夜发 晚上发颠间 我们就揪 我们就揪赵海 我们就揪赵海 揪鹰桥就讲 就是讲赵海 所以要好好在这边揪 好 那白天晚上都发 身脉 身脉赵海都一起揪 由于这个圣经呢 一路从赵海 一路上来到喉部这边 赵海呢 他组的是阴桥 阴桥麦呢 跟着圣经上来的时候 圣经是重叠在一起的 一直到喉咙这边 所以我们在制正的时候 我们有个很好的治疗 我们叫列缺赵海 列缺呢 跟赵海 这两个穴道 列缺主任脉 赵海呢 是阴桥 所以这两个穴道 碰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治疗一切的喉病 喉咙有问题 通通可以在列缺 赵海上下针 就是你要下到穴道 你没有砸到穴道 砸到列不缺 没有砸到灶海 灶河 就没有效 针灸记得 是立竿见影 你下到穴道 一下去 他上场喉咙通你不去掉 那现在跑了一个小女孩子 八岁 扁桃腺发炎 这扁桃腺发炎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呢 看到里面嘴巴张开 哇那好大两个 对不对 像荔枝一样 你把那个三寸针 就是上次讲的折法 好后面折起来 把两边刺破 刺破以后 单刺 下针引刀器 出针 单刺法 然后左右下完再下召喊 下完他就不痛了 就有那么快 好 那你 那你 你觉得说 这个 这个 我们把他治好了 对不对 不要跟他讲周围 那他 下次 那个扁桃腺发炎 又得来找你啊 你不可能赚钱 那你 很讨厌看到他 对 因为世界上有十几十亿的人口 你两只都看不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把他看好 一式治疗结束 另外一式治疗 你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 等他就要告诉他 哎 你这扁桃腺发炎都好了 就下锅槽五千 加个生鸡蛋有带壳的 放到锅子里面 两碗碎煮成一碗 把蛋喝了 好 把蛋吃了 汤也喝了 就一次 扁桃腺你终身就不犯了 下锅槽五千 五块钱台币 鸡蛋一个多少钱你算算 然后两碗碎煮成一碗 好 这很快 而且不会发 那你没事 你觉得人生乏味 你就吃抗生素看看 好 越吃肿的越大 最简单治的 所以任何的喉病 那你可能临床上碰到 好 是甲状腺肿大 你可能碰到扁桃腺发炎 或者慢性猴头炎 好 或是一般的喉咙发炎 都可以用烈血赵海 好 那赵海穴呢 还有富人逆经 因为赵海是管阴桥 那阴桥脉的气血是往上走的 那任脉在管精血 好 所以如果正常的女人呢 到月经来的时候 心脏会把月经慢慢慢慢慢慢 总是顺着任脉 任脉原来的气血是往上 到月经来的时候 逆向会走下来 把那奶水倒下来 那可是你阴桥脉有问题的时候 他阴桥脉会把这个月经推回来 就是月经呢 到了腹部呢 没有从子宫排出来 没有从阴道排出来 再从子宫进入这个桥脉 桥脉跑到嘴巴里面 哇 从鼻子里面喷出来 好 这叫逆经 那每个月的固定流鼻血 逆经 赵海穴 好 赵海穴 那这个 到目前西方医学没有什么方法 治疗逆经的 好 没有什么方法 再来呢 你们看这个腹溜 从赵海穴 抱歉 从太西穴 太西在 在大金和内怀鲁的中间 从太西穴 正上 直上两寸 两寸的距离 就是 腹溜 腹溜呢 是圣经的 母穴 圣家的虚症 我们可以在腹溜上治疗 那既然是 腹溜是 母穴 下针的时候 你看圣经是不是这样上去了 对不对 那你针下去是不是这样走 这个方向 那腹溜在这边 你不会直接在腹溜上面这样下 对不对 你如果在腹溜上 这样下的话 就是没有腹溜了 你一定在下面五分的地方 对着腹溜这样下针 是不是 随着他 随着他 随着他气血走 就是 你针下去 你只要这个方向就已经是补了 只是小补 对不对 你再提 再上去转的时候就是大补 好 那再拔一点出来 这个 大大补 我们有很多的补法 大家不用 补些手法不熟 我们这个 经络讲完以后 我会特别再讲治疗法则 所以 鱼目治疗 圆斗治疗 汇西治疗 五门十遍 我如果再讲一遍 然后 手法真实的手法 我们从最简单的补蟹 一路讲到最难的就是烧灾火 偷天良 偷天良 我们怎么做 强补跟强蟹 好 那负瘤呢 是圣经的母穴 它是金穴 好 这是它的 好 那属金 金生水 所以负瘤是它的母穴 那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下 比如说水肿啊 小便不出啊 肚子肿胀 腹骨 腹脏啊 都可以用负瘤穴 好 常用的穴道 那负瘤下伸的时候很强 一下去常常会变成像麻电一样 跳起来 好 从负瘤 往前一寸 到骨头旁边呢 这就是我们 看到的交性穴 交性 交性穴 那这个我们有负瘤 交性你只要知道 在这边就好了 所以圣经上去的时候 诶 长个弯上去的 你如果在负瘤上面 平常没 没事 坐在看电视 好 你就 揪揪官员 揪揪负瘤 往上很强啊 只是因为你坐在那边 你不好 你要自己揪是不是 你盘着腿 对不对 那个艾隆是不是往上 那个烟壶往上包 你不要那么傻嘛 你坐在那边看电视 烟壶衝到鼻孔里去 然后投入昏了 你是给艾熏的 所以你空气要 把窗户打开来 或者是 用一张纸 或者什么 隔道 让烟往那边走 对不对 揪负瘤就是非常好 因为圣本身是不是水晶 对不对 那艾熔是不是找水 所以一揪下去的时候 下 脚就热起来 水就会热起来 你记得 我们正常人 正常人 正常人就是 水一定要细化 身上绝对不能有累积多余的水 这个累积多余的水 会让炎症更严重 让癌细胞长得更快 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癌症 都有癌细胞 你只要把水排泄得很好 它永远不作怪 所以你们怎么正直 正直照射 什么终止摄影 那你不需要 那你一点点小的癌细胞 你去动它 你不要动它 根本无害嘛 你为什么要去动它 太过了 所以 没事不要去做什么体检不好 下自己 中医体检不要检查 问你 脚热的冷的热的 结束了回家 好 好 对啊 很简单啊 好 你们现在慢慢知道为什么了 好 那这个胶性呢 常常我们会用在 那个 女子月氏不止 低漏不止的时候 还有阴挺 就是 子宫颈下垂 垂到外面来 好 我们都可以用 胶性 胶性是阴桥迈的吸血 桥迈的吸血 好 胶性 下真也是直下 但是因为这个在跟那个 跟负瘤呢 差一个大筋 一个筋 你可以摸到一个筋 在鼓边 那在鼓边的穴道 你下针 绝对不要切在鼓下进去 那鼓膜会伤到很痛 好 稍微移开一点点 不要黏着鼓边下针 好 好 再来是竹兵 竹兵呢 我们怎么找 好 这边看 这是右 腿 内侧 好 你是在这边 病人的右腿的内侧 就是这样看 好 这是我们内怀裸 竹兵穴呢 在太溪穴 直上 五寸 往后开 一寸 往后上五寸 好 再后开一寸 这个竹兵穴呢 这个竹兵穴呢 是因为麦的西穴 好 因为麦的西穴 那因为麦怎么我们会介绍齐清八麦的时候还会讲 那竹兵穴呢 那竹兵穴呢 跟曲池两个互相互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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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竹冰穴呢 渡西以下的 膠炎解毒穴 陣痛 渡西以上呢 就是曲磁 曲磁 我們這聚缺 我們前面講過是上季 官員呢 是下季 這個季呢 就是 上膠上半身呢 聚缺穴在管他的紀律 管他的 周天的循環 渡西以下呢 這紀律 這循環 就是官員穴在管 渡西以上呢 炎正 曲磁 渡西以下 竹冰 現在諸位就得到答案了 老師有一個人來 哇全身皮膚很癢 河谷啊 對不對 河谷是氣脈 曲磁啊 這兩個字一下去 上半身兩去掉 下半身竹冰 陰交呢 是三條陰莖的交匯 血海 是血的血 那個 有清血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們正面 正面下針的時候 曲磁河谷 竹冰 血海三陰交 這五個穴道 十針 針下去的同時 養殖去掉 好 那你說老師 他皮膚起了好多 你看那個 牛皮血 很多那個 乾血 怎麼樣 背後砸針 血吸 尾中放血 這就 針灸上 非常好的治療 皮膚病的 大穴道 現在就慢慢出來了 慢慢出來了 你們現在大概有概念了 好 但我們在結束之前 通通講完 所有的治癥 講完以後 我們用案例講給你聽 現在有一個病人氣喘 有個腫瘤 我們怎麼下針 那個肩膀痛怎麼樣 都很靈活的 針就是很活的 你只要了解他的 觀念有了以後 那穴道 你是 由你在選擇的 而你不是被穴道在擺佈的 好 你不能說 這個病 我要打什麼穴道 你再去翻那個書上 什麼字 在哪個穴道 你就完蛋了 穴道是給你的工具 你要 奴役這個穴道 而不是被穴道所奴役 好 我會讓你們做到這個階段 好 這是竹兵 再來呢 鷹骨 鷹骨角的內側 這個內側這裡呢 鷹骨在你 你這個腳彎起來 你手插進去 你可以看到 手插到這個 這個縫隙裡面 你會發現到 這裡面呢 有兩條筋 兩個筋的中間 對著骨 這是骨頭 骨結的地方 就是鷹骨穴 兩筋的中間 鷹骨 鷹骨是聖金的河穴 好 因為鷹骨呢 的 僅同 與金河的河穴 鷹骨是 不活土金水 所以河穴是水穴 旁 聖金是水穴 碰到河穴又是水 所以鷹骨就是聖金的什麼 本穴 那水穴呢 可以泄金 的實證 五行的 理論是非常 靈活的 當你是聖金的鷹骨穴 聖金 聖水 鷹骨穴又是水穴 水會生木 所以當你是 木金的 肝膽的 虛症的時候 我們有水 鷹骨可以去補肝膽 也可以泄 金 金家的實證 大腸金的實證跟 貝金的實證 鷹骨都 所以 你要知道本穴的功能 好本穴 屬性跟 該鷹的屬性相同的就是 他的本穴 這是 彎腿的時候 增降下進去 如果是腿是 直的 大直的 右腿 右腿 後面 這是臣服 鷹骨 我畫個 蘿蔔腿已經比較清楚一點 蘿蔔腿一般喝牛奶喝太多了 就腿就變成牛腿 蘿蔔腿 那 這是中間是不是尾中 在外面 在外面 大金的中間是尾洋 內側這邊就是 所以 鷹骨尾中尾洋呢 在一條線上面 在這邊下針的時候 你會看到這邊有個金在這邊 在金的內側 不要下在這邊 在那一邊 這是右腿 所以如果是左腿 這是尾中 尾中在這邊 這個大金在這邊 你要下這邊 大金在這邊 這 大金的內側 這大金的內側 這是一條金在這邊 因為你腿一拉直的時候 這兩條金就變成一條金了 好 前頸蜜 崩在頸 你不要 你說 我一定要給他分開 那麼笨 打直嗎 彎道的時候是兩條金 你下的時候兩條金的中間 下針 打直的時候這條金 崩兩條金連得很緊 你在金的內 這個這邊下針 這個金在這邊下針 因為它是本穴 它是 你在這邊 無所謂補穴 平補瓶穴 你只要砸到針引到氣 水性就出來了 水的性就出來了 好 那我們的對稱治療法 除了左邊右字 右邊左字以外 現在周圍去想 有一個人跑來了 他說 醫生啊 本人呢 痛在這個地方 尾中痛 就在後面痛 一種選擇呢 對側 對側 結果呢 他沒有左腳 你不能記完每一個人都有左腳 萬一有一個人沒有左腳 那這個我就沒辦法吃 對不對 你看看尾中是不是剛好彎曲的地方 所以你只要對側 尾中對側的是什麼 此折 或者是曲折都可以 因為肚子在筋的中間 剛好你把腿這樣彎起來的時候就是尾中 對不對 北中學 那 如果是 這個 內側痛 對不對 你可以砸不砸到少海 對不對 如果外側痛 是不是曲遲 就是這樣來的嗎 那腿一彎起來以後 如果說這個 這個手肘轉到這邊 你是不是砸荷頂 對面的荷頂 對不對 那有一個人這裡痛 我這個地方痛 那你是不是砸對側的解析 對身之道就這樣來的 那有一個人好死不死 我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痛 喔 這個 太淵的地方痛 那我老是砸對面 這個人沒有左手 怎麼辦 腳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腳 這個地方剛好是什麼 泰西嘛 你就下泰西啊 那我是什麼地方不同 就這裡痛 蘭谷 不然就是 公孫 這就是對稱之料 那鷹骨穴呢也是富人啊 好 反而富科穴 喔 這個 白帶啊都可以用 這個 到了河穴以後 我們在手不過軸 手軸以下膝蓋以下 就是頸中 余金河 好現在進入 腹部 好進入腹部 那鷹骨在上面呢 就是我們的橫骨穴 中間呢是任脈 現在大家知道我為什麼一開始就先介紹任督而脈 按照來找穴 這是我們的齒骨 齒骨呢 上方 不是在這個上方 而是在這個骨頭的上方 這個就是我們的 曲骨穴 這曲骨你要砸真的可以 你不能砸在骨頭上骨頭的上面 從這個 曲骨呢 外開一寸 一路上去呢 這距離是一寸的距離 外開一寸 這個穴道呢 就叫做橫骨穴 橫骨 橫骨穴 而這個橫骨穴呢 是充賣噪音的 交匯的地方 所以從這裡開始 充賣 跟竹哨音聖經 兩個是重疊在一起的 記得充賣是不是 公孫在管公孫 脾經的公孫穴在管 這兩個是 兩個經是匯合在一起的 一直往上走 第一個匯穴 匯在一起就是橫骨穴 那 顧名思義呢 我們這種 在組織周圍的 就是所謂的進取穴 我們進取穴的話 大多數都沒有什麼補穴 那你直接在這邊可以下針 沒有關係 當以前的話 我們這個腹部針很少下 因為針比較粗 還有男人跟男人還好 男人跟女人比較不方便 現在下針沒有關係 現在我們是針比較細 而且女孩子比較不會說 女孩子比較不會說介意 這個沒有關係 你們可以下 進取穴可以下針 那你如果說配合 進取穴配合原取穴 那效果更好啦 更好 像男人撕經 晚上睡覺 夢儀啊 那個 都可以用 那 大鶴呢 就在 中極 這個曲骨上一寸是不是中極 中極外開一吋 一吋 就是 大鶴 好 那你們會找到中極 你就會找到 大鶴穴 好 那 進取穴 大鶴穴都是什麼 好 這個 陰境啊 還有那種 啊 陰縮 搞完縮到腹部裡面去啊 好 富人的次代白代都可以在大鶴上下針 好 從這裡開始都是 哨音跟聰賣都交會的地方 再來呢 氣穴 官員 這個官員穴的外開一吋 就是我們的氣穴 好 那 同樣的 製正都差不多 跟那個 中 這個大鶴啊 都製正差不多 再來呢 四滿 好 那 一樣 就在四滿呢 在我們的 石門穴 石門穴外開一吋 好 官員 石門 陰礁 把氣海先不要去祭祷 好 官員的石門 陰礁 石門穴 外開一吋呢 就是我們的 四海穴 好 那 主委可以看看治正就好了 那到了四海這邊就快接近大腸的地方 所以腸子啊 好 穴吏啊 腹穴 腸鳴啊 腸子咕嚕咕嚕叫 通常可以在四滿上下針 再來呢 這個中柱 中柱穴就陰礁穴 肚膝下一吋 陰礁穴外開一吋 中柱 陰礁穴外開一吋 就中柱 啊 中柱 那 越靠近肚脐邊 越靠近 這個 天蘇的地方 肚子治療大腸的問題 好 那 蠻鱼呢 從 神缺外開一吋 就是蠻鱼 大家知道神缺外開兩吋 就是什麼 天蘇穴 所以 逐陽明 魏晶 跟 聖經 任脈 中間就是什麼 聖經 好 你一定要知道經絡怎麼走 病人痛起來的時候 既不在任脈上面 也不在魏晶上面 那就在聖經上面了 對不對 一路充賣 那聖經跟充賣是 相交合 交接在一起的 好 好我們今天介紹到這裡 好 這個神缺呢 遇到心壁骨 到少父 這個 這是任脈 聖經的外開任脈一吋 過去有的人講是五分半吋 有的人講 實際上真的臨床上看 一吋 好 那因為我們講 經 一定在 肌肉 肌肉之間 那這個都在肌肉之間 差不多一吋了 剛好有個肌肉 那我在國外看了很多 那個 那個肌肉男有沒有 玫瑰還沒練身體 哇 腹肌 一共一吋 一個個都是一吋 那在 所以是 肯定是一吋 那在 神缺旁邊呢 一吋 好就是這個 我們上上課講到這個 荒雨 那 肚臍旁開兩吋 就是什麼 天書 天書是 竹牙蜜未經的 聖經呢 你要知道這個聖經的走向 正好 好這個聖經在 腹部的走向 好聖經呢 正好等於什麼 充脈 好這正好跟充脈 相等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 那以後呢 反正這條經出來的問題 你就知道 是聖經 那也屬於充脈 那待會會上到乳 到胸腔 到乳房那邊去 那如果乳房硬塊 在陽明未經上面 在竹牙明未經上面 你就在未經上面治療 如果在聖經上面 你就在聖經上面治療 我們的心包經心經都經過乳房 脾經都經過 所以說 看他乳房硬塊在哪裡 那乳頭的下方 我們上次介紹過 竹缺因乾經的所在 那如果硬塊正好在乳頭上面 你是不是治療 你主症 下症的時候是以竹陽明未經 跟竹缺因乾經兩條經為主 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個經絡的走向 那 這個學針灸就是要注意他的走向 這樣子人體的 很完整 這樣你可以 不會忽略掉什麼 那現在很多中醫呢 對 一 處方很了解 可是 針灸不見得很了解 那有的呢 針灸很強 處方不見得很強 或者是處方是不對的 方向 方向不對 這是 那 凡事呢 記得 我們所謂的進取穴 進取穴 那最簡單的 記的方法就是 他只要靠近 大腸的地方 一般來說都是大腸的問題 那靠近腹部這邊 你想要靠近腹部這邊的膀胱小腸啊 女人的 子宮包裹 軟巢啊 都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就是治療妇科的 男人的小便 諸如此類的 所以你要記得進取穴就是local的 這樣的話就不會錯 你不會說治療一個大腸便秘 在這裡下身嗎 一定在上面 對不對 但是小腸的腸氣 這個地方 或者是女人的腹科痛 那腹科痛越經痛你不會砸到 這個荒術跟天書嘛 那麼笨啊對不對 終極不用 對不對 諸如此類的 好 進取穴的觀念 越接近心臟就是治療心臟 接近肺就是肺 進取穴的觀念 觀念一定要有 好 那再來呢 是商曲 商曲呢 就是 下碗 下碗穴外開一寸 再跟諸位複習一下 在下碗的肚臍 神缺上一寸是水分 水分外開一寸 聖經沒有缺到 是下碗外開一寸 好 這是商曲 今天有一個病人來 腎臟病水腫 下半身整個是腫的 小便也滴滴答答的 那怎麼處理呢 都會想 啊老師我知道 你講過任賣的水分穴 那官員旁開兩寸 諸嘉明未經的水道去 喔 那繳的三黃 我們的英靈泉 喔地基 三陰礁 這個 好 這是天皇地皇人皇啊 三皇些 這下去 總就開始消 喔 好 你針完以後 第二天他來的時候就已經消了大半 好 那這是 下半身的水腫 那 老師他他都沒有下半身都沒有水腫 臉腫了那邊對不對 那個臉 陽明經 正面的臉是 朱陽明未經 因為 成績失敗就要頭威下官夾車 坐在正面 在陽明經上面 在陽明經上取穴 就可以了 諸如此類的 所以穴道 這個 你要靈活的去運用它 然後要很靈活 靈活運用的時候 你不用去記 他一個正來 你馬上直覺就反映出來 所以我就希望說 如果大家能夠很 很直覺的反應 當場就反映出來 而不是說 緊急的時候很緊張 什麼都忘掉了 再去查書 不可以 所以你們平常被我訓練就是 直覺反應 想就到了 一定要叫 反正 你們看過 證據大學你們都看過了 在我們教之前都看過 可是他很凌亂 那我的工作就是把你整理起來 給你一個 主流 這樣的話 旁邊的一些製證 特殊的技巧 只是插花進來而已 好 再來呢 這個 石棺雀 石棺雀在劍裡外開一寸 喔 大家都知道 劍裡上去就是中腕 喔 劍裡外開一寸 這個石棺 那你想想看 石頭關道 一定是 胃方面 東西吃不下去 胃脹 沒有胃口 你都可以下石棺 諸如此類 血訓 那 有些針灸版本上面印的 針灸大神社 印的一寸半 有的一寸 你們都以一寸 為主 好 以一寸為主 石棺再上來呢 是櫻都 櫻都呢 是中腕 從中腕穴 這個 任脈的中腕穴外開一寸 櫻都 那這些穴道呢 你的知道 同時知道 經濟的走向 我們從下面一直往上走 就告訴 你看穴道 有效 這個 竹哨音聖經 經濟 流注 經濟的流注呢 是由下 往上 好 所以一個 氣血流行的方向你要知道 好 那哪天你穴道 穴道名稱記錯 到無所謂 因為用的不多 好 那你要知道 那在通古呢 就是 這個 上晚 上一寸 好 那個中腕穴 上晚穴 好 這個 通古 我們這個 我們有兩個通古 一個通古在聖經這邊 一個通古在 膀胱經的 本穴 通古穴 好 就是在那個 字音的後面一個就是通古 再來是宿古 好 好一樣的字正差不多都是 好 胃裡面挺飲啊 胃不消化啊 一般的胃病 再來呢 幽門 這個幽門呢 就從聚缺 心臟的木穴 聚缺開 外開一寸 幽門 像我們在 一個 主要的 主力的穴道旁邊的 都可以輔助他 輔助他的 製正 比如說他們下了 聚缺 心臟還是會悶痛 那你說旁邊一寸 旁邊兩寸下針 再加強 聚缺的效果 所以這個是 好 加力用的 加強力量用的 好 好 你不會說 心臟病 啊 或者怎麼樣 啊 我不紮這個聚缺 你只在幽門 好 不會這樣子的 好 那裡面的 製正很多 像你看這些穴道 下面的製正很多 好 等我們在 介紹皇帝內經的時候 一講那個 那個藏 藏信的時候 那個穴道的信 就出來了 到時候你就知道 哦 我可以選這些穴道 好 否則都很接近 都很接近 好 在上面來呢 布朗 林墟 好 這個 玉中 還有 于甫穴 这四個穴道呢 都是 外開兩寸 也就是說 就是說 到了 胸腔以上的時候 哦 這是下巴 這是嘴巴 哦 這個脖子 好 這個 肚臍 肋骨 到了 這個幽門穴以上以後呢 就斜上 這是任脈 任脈一直這樣子 直得下來 斜上來就是兩寸了 這裡就開始兩寸 那下面呢 都是一寸 這個距離呢 是一寸 這邊的距離呢 就是兩寸 好 兩寸 那 我們要知道兩寸 是為什麼 因為你四寸的時候 到乳中穴 這是 這是在兩寸 從任脈外開四寸 就是 竹梁明 魏晶 那外開兩寸 就是 竹哨音 聖經 那今天有個太太太 找你 我乳胖硬快 你是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一寸 聖經 對不對 那你在聖經上面 你在那個 其他經上面治療 效果就沒有 那你如果說 這有幾種處理的方式 當 女孩子 這個太太呢 是你問她 你是不是在餵哪 而我現在正直在餵 餵母乳 那餵母乳的時候 我們知道 這個 胸部的乳房呢 乳房這樣子 那 我們裡面三膠的氣脈 這是乳頭 三膠的氣脈是 集中到往這邊走的 往這邊走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加強他的心臟的力量 加強竹梁明味晶的精氣 比如說解析啊 陽秋止痛啊 我們在這心臟的木穴 聚穴啊 心臟的書穴 後面的心域 那 那個 那個奶水呢 會集中到 乳頭出來 那這個時候就不管精弱 是以陽明精為主 因為你在餵母乳嘛 母乳會集中到 因為我們 這個聖精跟衛精之間的精氣都有 三膠精在 我們下面會介紹三膠精 再聯絡它 那三膠精是形羊 所以所有的奶水都是羊 羊就是白色的嘛 你如果看到黑色的奶水了 那就是嬰 就是乳癌了 那小孩子不會吃黑色 所以你如果看到黑色 我們自鎮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奶水是白色的時候 它是羊 所以三膠精在聯絡它 那他們會集中到乳頭出來 這個時候你自鎮的 我剛剛講過 強心臟 強烏 主腦兵衛精就好了 但是如果不是胃母乳 它有個硬塊在這邊 正好在聖精上面的時候 老師這個粗細的硬塊 你上次講過啊 我們用鎮的 隔漿鎮 當然很好啊 因為鎮本來就是去找水嘛 奶水囤積在這邊 所以一定是一些 如果化驗 講起來剛開始粗細的硬塊 一定是一些 蓋啊 累積在那邊 你實際上根本就是營養 累積在一個 那個線管裡面 我們用鎮就可以散它 那你在針的時候 老師這個是 聖精 你當然在聖精上面下針啊 那如果是他這個硬塊才一個禮拜 而且很痛 壓到會痛 是實證 只要是實證的話 我們在聖精的紫學上下針 你如果很討厭這個女的 是你家隔壁的山巴 多富馬街的 永泉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太太很好 一天讓我們幫行善的 軟骨 對不對 你都沒有出來 都是合理的 如果忘掉軟骨了嘛 那 所以說如果說是虛證 好 那你知道吧 在腹溜嘛 那邊很久了 好 那你壓它 按摩它會很舒服 腹溜上下針 因為它是聖精上面 這就是我們臨床在 取穴 選取穴道的時候用的 好 後面呢 從 這個布朗呢 就是我們兩個乳的中間 這乳中 下 這個是檀中 下一吋 一吋六 這地方是中庭 一吋半 一吋六的地方 中庭 中庭外開兩吋 從這個開始呢 每隔一個肋骨 每跳一個肋骨 跳一個肋骨 就一個穴道 那 我們所謂的隔個肋骨 那 證據大神上面 一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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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單位 來講 中庭呢 外開兩吋 就是我們的這個布朗穴 布朗穴 那 進取穴的話 你想想看 氣喘啊 胸腔痰啊 胸肋痛啊 都可以在這裡 好 那再來呢 神風 神風跟布朗穴 他把神風印到下面去了 這個神風穴呢 你從布朗穴 神風穴就很接近 這個壇中 壇中這邊 那那個 你把那個布朗穴呢 跨一個肋骨間 就在壇中 外開兩吋的地方 壇中穴 就是神風 所以很多人 乳房的硬塊 累積在神風穴這邊 那這就是所謂的 聖經上面的治癥 那乳房有硬塊 初期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們如果初期 所有的女人 乳房生硬塊 都是中醫處理的 而且中醫要處理得當 處理的話 幾乎不會有乳癌 一開始的時候 中醫來處理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天硬揪 天硬 哪邊痛 哪邊有硬塊 天硬嘛 天硬揪 揪他就好了 甚至於 你不喜歡你的診所裡面 煙霧繚繞 好像是七大麻一樣 你教他怎麼揪 讓他回去自己揪都可以 晚上沒事在那邊看電視 對不對 看到八卦新聞 他就在揪 對不對 沒事在那邊揪 看得很開心 因為留人喜歡八卦 看得很開心 心氣一開心的去玉蓄就散掉了 對不對 好就散開來了 好 好 那所以說你看神風 他就講了這個 可力 乳庸 有沒有 乳庸就是乳方 好 這個 這個乳癌的 乳方的硬塊 這種 好 那再從神風穴再跳一個肋骨間 再隔個肋骨呢 就是這邊的 凌虚 凌虚我們可以說玉堂 這個譚宗穴旁邊的 玉堂穴呢 外開兩寸的地方 就是凌虚 好 玉堂穴外開兩寸 好 都一樣 你看胸脚滋滿啊 咳嗽啊 好 再過來呢 零虚再往在往上 跳跨一個肋間 一樣是屬於任脈外開兩寸的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神腸 好 神腸 神腸呢 等於是子宮在 好 任脈上面來的話 是子宮 我們子宮滑蓋的子宮 子宮呢 外開兩寸 就是所謂的神腸 好 注意看 那個治症都差不了多少 好 那 余甫跟玉中呢 好 就在這兩邊 那余甫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 滑蓋穴 外開兩寸的地方 好 那 抱歉 余甫是玄姬 好 玉中穴就是滑蓋穴 外開兩寸 最末的一個穴道 這個 余甫穴 那臨床上 是我們在臨床上砸的時候 如果要砸 這個余甫跟 玉中的時候 我們就是 這種吃法 增下去的時候 這樣子 好 這樣吃 知道我意思嗎 好 就這樣子吃 好 那 這是在兩寸的地方 一般來說 如果這是 這個穴位 這是任脈 任脈 那如果是外開兩寸 兩寸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一寸半的地方 競爭 從這個 這個角度 針刺去 你從一寸半的地方下爭 好 一寸半的地方下爭 那往兩寸的方向去吃 吃下去的時候 比如這兩個這個 你變成 肋骨在這邊 你下針的時候 要下到兩個肋骨 肋骨中間交縫的地方 你不要往裡面 肋骨裡面深去砸 砸 砸太淺也沒有到穴 往兩個肋骨中間去砸 就不會砸到肺 不會砸到肺 那你如果砸得很深 就會砸到肺 好 砸兩個肋骨中間 就不會砸到肺 那都是以一寸半的地方 往兩寸的方向 這種刺爬進去 才能到 哦 因為它這兩個肋骨的中間 好 那氣喘啊 咳嗽啊 幾乎都可以取 像 它如果穴性 它沒有所謂的 那個木合土晶水 井龍魚晶河 它沒有這種穴性的時候 天硬的當 進取穴 你就可以用 進震 比如說它氣喘 你不用管它說是 實震的氣喘 還是虛震的氣喘 你不用管它是 因為這個 這個 寒熱 好 你再去 都無所謂 因為是進取穴 但是你唯一要知道的就是 只要是氣喘 它是吸入困難 你要在聖經上面下手 如果是 吐氣困難 你要在肺上面下手 以致肺為主 那 那處方的方向跟下針的方向 通通不一樣 通通不一樣